今天是我和小白自驾环游中国的第14天 现在在白山市的江园区 今天出发去长脉山脚下的二道白河镇 干饭人干饭魂 今天去二道白河镇的路上 我们要穿过一个森林公园 叫什么呢 叫干饭盆森林公园 它可能叫干饭盆 但是我觉得叫干饭盆更加霸气一点 其实这边离江园的市区真的很近 开出来十来分钟就到了 而且我要在里面干饭 今天要在里面煮碗面 煮碗面吃 终于要开始吃我车上的东西了 从国道旁边拐下来 应该是已经到了森林公园的地界里面了 这个路也变得非常的狭窄 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村庄的 你看边上都种的这个玉米 都是当地的农民种 好了 你们看这路两边 哇这是雪吗 看来昨天晚上下雪了呀 昨天晚上我那边市区是在下雨 看来这边下雪了 可能这是这边的第一场雪啊 这也太漂亮了吧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人 就我一个人 在下了第一场雪的秋天的森林里面 一个人开车 记录片 但不能开到晚上啊 到了晚上应该会变成恐怖片 如果现在天空中可以再飘一点小雪就更好了 飘了吗 应该是树上面的雪被风吹下来了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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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们看不看得清楚真的飘了 开到最前面发现是个死路啊 我跟你说大家如果来这边玩的话就走那个国道 不要不要从国道旁边的小路下来 小路下来开到里面 镜头是一个村庄 村庄前面是一个石门 石门上面有盖盆盆三个字 再往里开一点 它就是一个停车场 里面是没有路的 你只能徒步进去 是没有路 然后你也没法越野的那个路 因为都是森林 我现在原路返回 往国道上面走 找到了一个可以做饭的位置 我现在要把车开下去 开到河滩上 哇好稳啊 它这个陡坡缓践好稳啊 我先掉个头吧 好了 OK 找了个可以吃饭的地方啊 我是在里面的叫049县道的地方开车 因为前面那个 就是有森林公园大门的那个地方 它车是不能开的 我现在想想吧 它应该是里面有个停车场 停车场再往里应该是一个徒步的路线 这个徒步嘛 你看这么冷的天 而且里面半个人影都没有 这边 不是那么可以一个人就去随便徒步的 你别看这个干饭盆 它的名字好像挺搞笑的 它其实还有一个名称 叫东方百木大 你进去之后很容易在树林里面绕圈圈就出不来了 好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松树镇 等会儿再往前开点就到东泉镇 到了东泉镇差不多就可以开出去了 先干饭 哈哈 说到干饭我就要把这个盒子给打开了 看看这是啥 这是我出门前来带的大量存货 这是拉面 这是罐头 非常多的罐头 茫茫多的罐头 你觉得想不到有多少罐头 然后我还带了小面 让我想想看今天吃什么 首先我要取出一个可口的罐头 今天很饿了 不如吃个大的 好的 小面在另外一个盒子里 既然已经开了拉面这个盒子了 那不如就吃一个拉面吧 当然肯定要先伺候大爷先吃 来吃吧大爷吃 好水已经烧上了 然后我这一次在外面的做饭策略就是 把冷的烧成热的 把生的煮成熟的 然后就可以吃了 是不是啊 准备好垃圾蛋 等水烧开 全部放进去 然后罐头一擦 奥林园一放 就可以了 哈哈 在等水烧开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 干饭盆国家森林公园吧 干饭盆国家森林公园 位于吉林省江源县 大洋叉林厂 整个森林公园面积有 一万四千一百六十一公顷 为什么要叫它干饭盆呢 因为干饭盆国家森林公园是没有主封的 而是由环形山轮组成的盆形大峡谷 而且不只是一个盆 它有大大小小八十一个盆 一个盆又套着另外一个盆 所以它叫干饭盆 在我开的这条路上 铁路和公路是并行的 正好过来了一辆火车 看起来是一列客车 坐在这样的列车里面 穿过国家森林公园 应该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吧 好了 看过了山中缓缓驶过的小火车 让我们的思绪回到干饭上来 面已经下下去了 看熟了没 再煮个一两分钟 把罐头开开来 看一下里面是什么样子 这什么玩意儿呢 番茄 牛肉 这面上的这不知道什么东西 我给你们看一下 你看这罐头 哇香是真的香 好了 我把罐头先倒下去 哦 哦 哦 里面还有一些土豆呢 对的 里面不但有西红柿牛肉 还有些切成小块的土豆 看这什么调料都是 看这什么调料都是 这一包是它原来的调料 也倒进去 哎呀都冻起来了 哼 这里面应该还有些牛肉 还有些萝卜 这时候如果再切个萝卜下去就好了 因为是在秋天的森林里面 肯定是不能生火的 这电磁炉煮的还是稍微有点慢的 如果用那个柴火炉应该就好了 而且还暖和 好 我把料也都加下去 这是咸菜 这应该是汤 OK 等它再过一次 好了 看一下啊 一大锅 好 红烧番茄 萝卜土豆牛肉面 看看 尝尝尝尝尝尝尝 嘿嘿 小白 可以了 这不得好吃到汤都喝完 喵 就今天风有点大 要是风小一点的话就好了 风小一点晒着太阳吃的挺舒服的 风大的物品 太难了 有会儿我拿这个汤再半点狗粮给小白吃 不然小白太难过了 他在旁边已经坐了二十多分钟了 就坐的 我给你们看看那狗样啊 哈哈哈哈 一动都不动的 哈 不错不错啊 我还要呢 我还带了米 电饭锅也可以煮饭呢 嗯 煮饭的话 煮饭的话我感觉 一个罐头放到这里面烧热 再切点白菜切点萝卜 切点土豆下去烧熟 配饭吃应该也挺好的 面太少了 下次煮还得加点面 得买点蔬菜 买点面放在冰箱里 差不多了我来给小白整点 来小白 好像天冷的话狗消耗的也会比较多一点 小白到了东北以后饭量也是激增啊 来倒点汤 再给他点牛肉 土豆他不能吃 土豆一吃肠胃就过敏 OK 多给他断点汤吧 好了 我把这些汤要全部喝完了 好吃吧 我一直都没有碰到卖红薯的 玉米 饭还有土豆 这些小白都过敏的 但是他红薯可以吃 我下次不来卖红薯的 吃个大红薯 刚过了个泥坑啊 一点子都见到挡风玻璃上了 之前我开那个车 就怕走走公路就碰到这土路 哎呀现在换了这个车之后 就这土路土的不够猛烈 我希望这土路可以更猛烈一些 这很随意 随便开 不带减速的 我感觉开在土路上 车子反而更稳定了 这要减速的 这不减速车子就飞起来了 我终于体会到那时候我们开在那些土路上面 边上那些木马人啊 普拉多啊 从车子边上飞驰而过的那种快感 原来这车开在这路上 其实并不是很颠 然后过坑的时候那种倾斜感也没有轿车来的 那么猛烈 就很吓人 这就是你坐在里面看 那么大一个坡就感觉很平稳 这坡有点多哈 把小剪一下速的 好泥地耶 只有四驱都不用开的 就很随意 看一下好 这牛车会车啊 这泥地不够泥令啊 这轮子都没陷进去 哈哈哈哈 卧槽 厚 这沟有点大 哇你看这推土机 直接从这路上开下去了 没有路的 就是一个 就是直接就下去了 推土机挖掘机还是厉害的 我跟你们说 我之前开过哪些啊 我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开了一个别克凯越 当时是大西北环县 去玉门关的路上 他那边的路就是在修路 你必须得走边上的沙漠里面走 那轿车在沙漠里现车 从白天现到晚上 一路现一路被人家救 最后到了玉门关那边都已经晚上了 他不让进去了 又折返回来 后来是开了个斯科达野地 它也是个城市SUV 到珠峰 从日喀泽到珠峰的那条路上面 它那时候有一个国道还没修好 它需要走一段土路 哇那土路的路况就复杂了 那已经不能算是土路了 你看它当中有戈壁 它还有沙漠 有那种就是沙漠 沙很厚的那种沙漠 前面有大卡车在开路的那种 然后还要过河 它桥都断了 要过河 还有什么山路 然后还有这种就石头路的山路 当时那辆车还好 它底盘也是比较高的 开那边就没线车 但是就是开了提心吊胆的 因为它是承载式底盘嘛 你知道吧 过那种斜坡很陡的那种地方的时候 就是蛮吓人的 再后来就是你们知道的 去年开那个CH2 过炳茶茶 也是 就很烦 过大流沙的时候 我极度以为这个车子要直接掉到江里面去 但是还好 在我的高超的车技操控之下 这些车也都走过了这些艰难的路段 今年就不一样了 我提到的这些路 今年如果再去走的话 那就是不在话下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很随意 你看像这种轴的话 一般你轿车开下去就脱底了 我轿车开过很多这种轴 都是蹭底盘蹭过去 就很有经验啦 每次进藏都是开轿车啦 我现在就在东泉镇里面开出来了 它这边有 它刚刚有一个叫温泉铁导 哇 我在想什么叫铁导呀 难道是温泉里面放块铁吗 它就是铁路导养的意思 冬泉镇里面在造一个温泉度假区 好多好多楼房子在造 那也是因为应该是 这里有一个温泉吧 所以起这么个名字 但它这个冬的冬是一个气 下面加一个冬天的冬 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读冬啊 应该是吧 不然还能读什么的 除了盖饭盆森林公园 就到了辅松镇的地界了 现在面前这条江叫头道松花江 是松花江的上游 从辅松镇出去要往长白山走 就得往东面拐个弯 往东面拐个弯 往前一直开一直开一直开 就到了长白山了 像我是住在二道白河镇 那就是在长白山的北坡 北坡的话 所以还要从长白山的西边 一直绕绕到北边的二道白河镇 这画面一转就来到了雪地图啊 路两旁有点积雪了 前面就是长白山了 我好像看到长白山了 你们看到了吗 在最远处那个云下面 哇 那个很高很高的山 哇 那是长白山吗 有点大呀 现在我的右手边就是长白山山脉 我就沿着这条路一直开 就能到二道白河了 看到没 上面一样 然后这边是吉林沿边 它牌子上面就会有一些那种 朝鲜文 韩文 都长得一样 就是 你看 快看快看 这道路晒不到太阳 这积雪就很厚 我好喜欢下来雪 来小白下来 你看这边 这边路边有点积雪 小白 耍一哈耍一哈 你从来没见过雪呀 来 你看 嗯 嗯 嗯 小脚硬 好啦 哪里雪球砸他啊 被他发现了 发现了不行 我家中四处看风险 我家中四处看风险 哎呀 又被发现了 怎么回事 搞什么那么警觉呀 这个雪有点干 太好了 太好了 算了 倒面子 跑掉了 小白 小白了 小白 你还要下去玩吗 哎呦 挺膨胀嘛 哦 还敢到树林里去 小白在雪地上面是保护色 稍微滋了点尿 那狗呢 小白 你不要乱跑啊 跑丢了 好了 我们上车吧 冷死了 嗯 上车了啊 你看刚刚弄的 嘿嘿 哎呦 小白 还车里暖和是不是 上车了 二道白河是我这次出来 唯一一个进来要安检的地方 查了一下车里面有什么东西 啊 这边属于吉林岩边了 特色的话有烧烤还有狗肉 小白听见了已经快 吓死了 这边我住的地方边上就有狗肉馆 啊 我现在晚上去吃烧烤 出来到现在其实 嗯 没有去店里面好好吃过一次东西呢 就 就吃的丰 丰盛一点的还没有呢 这边太冷了 今天稍微搞点烧烤烤肉丰盛一点 哦 可以的啊 去的客家老板推荐的烧烤店 我吃完这一顿 我在这边冻的已经变空的雪槽 现在已经拉满了 我感觉今天晚上我可以直接去长白山露营 好了回去了 明天上长白山